進修本來是好好一件事 不過卻讓台灣之光 吳寶春好生為難 現在教育部替吳寶春 量身修法 讓他符合資格 能夠在台灣念EMBA 可是吳寶春說 他不願意制度為他首開先例 倒是不願讓馬總統丟臉 他說願意留在台灣 先是一鞠躬 感謝總統馬英九的幫助 世界麵包冠軍吳寶春 想在台灣進修EMBA 卻不符合條件 結果新加坡和加拿大等外國學校 都向他招手 馬總統終於下令要留住台灣之光 教育部也打算修法放寬門檻 我們對於就是說 他只有這個以及證照的話 我們希望說 他有五年的工作經驗 他也可以來報考 很多國際競賽 是受到世界各國所認可的 國際競賽 那如果他取得這樣 國際競賽獲獎的話 他也可以來 具有這個報考的資格 面對政府的善意回應 量身訂做吳寶春條款 吳寶春也很給面子 立即承諾不會去新加坡了 要留在台灣 如果說有機會在台灣念書 我還是會選擇在台灣這樣子 那我還是希望就是這個 就是藉由專家能夠討論 我也不希望就是說 破壞整個體制 有著一身烘焙的好手藝 吳寶春的廚藝精神和學習態度 被視為勵志經典 這次促成高教體制的變革 也算是替有心進取的人 開拓另一扇學習之門 由於NTV蔡總如 佩如台北報導